每年冬至前后,江西宜春市铜骨县三都镇西巷村的村民就开始把山上采贵的茶子送到村里的炸油房,用传统的方法压榨成茶油一起来看一下。 走进西巷村的炸油房,一股清香的油茶味扑面而来。 记者看到,炸油房的匠人们还沿用着传统的炸油工艺,将蒸熟之后的茶粉制作成茶饼,装入炸糖。 一根根戳子被砸入炸糖。 炸糖在撞干的连续撞击下,金灿灿的茶油慢慢地流出,汇聚到炸糖的出口处流入木桶内。 这种古法炸出的茶油没有任何添加,茶油完全从茶叶中用高温提取,夹杂着原汁原味的茶香。 炸出来的油都是延伸态的,即使价格比普通油贵了很多,容易供不应求。